工厂内对放大量的回收服饰 等待绞碎回收重置 这是中国沿海省份浙江省温州市内的 一间成衣回收工厂 中国的快时尚产业盛行 不少中国品牌服饰 以低廉的价格行销全球 尽管有民间企业处理回收成衣 但却受限于法律 这些回收再造的纺织品 只能够运往海外市场销售 禁止在中国国内市场贩卖 时尚永续发展的非营利组织 埃伦麦克阿瑟基金会 统计全球回收衣物纺织品的比例 发现回收率只有百分之十二 而废弃衣物重新制作成新衣的比例 甚至只有百分之一 其余都用于制作保暖材料 或是当成床垫等填充物使用 而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 纺织品生产消费国 每年的纺织品回收率 也只有百分之十五 年年都会丢弃超过 两千六百万吨的衣服 先是在中国推行永续时尚 相当艰巨 俗信在中国年轻人 对于永续发展的意识 不断增强下 开始有新兴的服装 重置企业出现 有三十岁的年轻设计师包达 2019年在上海创立了 Time 3 Mac品牌 将二手衣服重新加工成新衣服 我觉得真正有意义的产品 它就是以前的Vintage 还有一些最好的设计 保留在当年 一些时代风格的东西 然后结合当下的审美时尚 去创作出独一无二的东西 也是未来时尚行业的一个发展方向 还有由独立设计师张纳 在2010年创办的旧衣再造品牌 再造衣银行 藉由塑胶瓶 鱼网跟面粉袋等材料 重新制成服饰包包和其他的配件 还借鉴菲律宾数百年 传统抽取纺织纤维的方式 重新生产新衣 而重置过的商品标签 还会有QR码 显示商品的成分 制造方式与材料来源 美国的瓦拉大学的时尚 与服饰研究教授卢森认为 中国要增加快时尚 落色回收 需要由政府推动 定力明确的目标 如果中国政府能够看到 回收就医的经济潜力 就有机会转变政策 推动永续时尚的新投资 公日新闻 陈树 编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